最近的泰国处于一片混乱当中 起因是以年轻人为主的抗议者们要求改革君主制 让总理巴育下台 但是他们的诉求被政府无视了 然后抗议者们就以曼谷为中心发动了大型的抗议活动 包括围堵刚刚回国的国王的车队 在抗议者们发动了连续数晚的抗议活动后 政府正在想办法以和解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在此之前 巴育曾经主动示好 而最新报道显示 泰国国王马哈瓦吉拉隆公也主动对反政府示威者表达了善意 曼国邮报报道称 当地时间11月1日 当日数千名身穿黄色衬衫的反抗议者 手里拿着国王和王后的画像在大皇宫附近等候 之后 泰王和王后出现在人群中 边缓慢前行 边向支持者致意 但是在行进的过程中 泰王被美国的一名记者拦下 然后记者就问了他关于抗议者要求改革的事 泰王给出的回答是 我一样爱着他们 当被问及是否存在妥协的空间时 泰王回答称 泰国是妥协之地 据了解 泰国王室几乎没有在街头随意接受过采访 而且还是来自外国记者的采访 所以这次的举动令大家十分惊讶 不过 今时不同往日 泰王必须要抓住一切机会展现自己的亲民形象 平息民众的怒火 才有可能稳固自己的地位 最近几周 泰王为了庆祝一个佛教节日 同时纪念不密彭国王逝世四周年回到了泰国 而在这之前 他一直都居住在德国 据悉 泰王和他的妃子们在德国的生活十分舍迷 但是疫情爆发以后 泰国民众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民众在受苦 国王却在享乐 矛盾很快就被计划 而他本次回国之后 泰国民众也是极力要求改良君主制 彻查泰王财产 并在抗议无果之后 还向德国驻泰大使馆提交请愿书 要求他们审查泰王在德国的领土上行使权力 有没有侵犯该国的主权 民众这样做的意图一目了然 他们这次是铁了心不想轻易放过泰王 但是泰国的君主制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 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良的 况且现在还有反抗议者和保皇党的存在 抗议者们的目标要想达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这数万抗议者的存在也不容忽视 无力不能民心 容易激化矛盾 就只能采取和平感化的手段了 所以本次泰王主动传达他的善意 也是为了能够尽快地控制国内的局势 不过现在的抗议者们正处在一个群情激愤的状态 泰王这句话能起到的效果估计并不大